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要介绍营养学里面的老年时期的中医营养学 中医食疗,今天的教学大纲就是老年时期的中医食疗 那课程里面呢会有老年时期的中医食疗 更年期妇女的中医食疗,还有相关于失眠的中医食疗 那教学目标呢,我们要认识并了解老年时期的中医食疗 认识并了解更年期妇女的中医食疗 认识并了解相关失眠的中医食疗 那在这个老年时期的中医食疗 我们会先了解到老年人因虚体质就容易肥胖 调养的重点是在知音 那这个老年人常见的就是会头昏 然后睡眠品质不好 腰很容易酸痛,口干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阴血不足的一个现象 年纪大了以后呢,器官就会老化 代谢速率会自然下降 也就是说整个新陈代谢的部分就会下降 基础代谢率也会下降 那循环会有不好的现象 血液没有办法 会去滋养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 所以有些组织的代谢就会出了问题 那有关于这个中医对于血 是非常重视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对血液来讲 如果循环不好 通常我们就会认为说 龟类这样的病人除了还补血之外 还要活血 那首先呢,我们要推说 核手污 核手污最能够降低血脂 可以有补血的动作 对于老年人肥胖呢 是最有利的 那另外呢,像单身 它是有轻微的 可以作为轻微的补血作用 也可以有活血的效果 那并且能够降低胆固醇 血脂肪的效果 对于冠状动脉心 心脏病 心脚痛的症状 也是有帮助 老年肥胖 一般呢,就是因为 一方面已经降低了血脂肪 另外一方面 循环的改善呢 代谢会比较佳 那对于更年期 护女的中医食疗的部分 我们是认为说 护女在停经之后 就进入所谓的更年期 那身体各个机能呢 会发生了不同的 不同程度的退化现象 因此使得卵巢的停止排卵 使得体内的荷尔蒙分泌减少 造成了身体自律神经的失调 产生了倒汗 潮热 心悸 耳鸣 失明 还有头昏目眩的一个现象 而且还会造成腹肿 骨质流失 心烦 心理烦躁 容易发怒 这些 这个我们通通称为 更年期的一个综合症状 那对于更年期妇女呢 这样的妇女 我们认为呢 都应该要多摄取一些 含有钙质啊 植物荷尔蒙的食物比较好 因为更年期的妇女的饮食 我们会建议她多摄取 含有钙质跟植物性 荷尔蒙的一个食物 可以选择维生素B群 丰富的食物 像是胚芽米 麦芽 肝脏 瘦肉类 酵母 豆类 蛋黄 鱼卵 马铃薯 黑 这个 纸米 还有全麦面包 花生米 还有 叶绿色的这个 蔬菜 还有发酵乳 菌类 等等 来维持身体 神经系统的一个稳定 因为这个造血机能的变差 很容易引起贫血 或者是血液循环的障碍 这些问题 那在食物上呢 可以选择含有维生素B12的 像 还有铁质的 叶酸 丰富的食物 像是动物的肝脏类 肾脏类 瘦肉类 牛乳 还有起司 干啰类 还有蛋啊 鲑鱼啊 牡蠣啊 沙丁鱼啊 黄瓜 甜菜 柳丁 还有橘子这些 还有包括葡萄 樱桃 甜玉米 干贝类啊 鱼贝类啊 海藻类啊 豆类 全骨类 还有葡萄糖 还有葡萄糖啊 或者是深绿色的这个蔬菜 葡萄等等 都是很好的 那饮食呢 尽量选用足够的这个 可以保持清淡的 低盐低脂 低脂肪的饮食比较好 因为当骨质的流失 同时就是要注意到 也要摄取含有钙质的食物 每天都应该摄取 像法菜啊 黑芝麻啊 豆豉啊 紫菜啊 花生米啊 小鱼干 虾米 海带 金针等 或者是黑糖 还有鲜奶 豆制品等等 可以互相搭配着食用 那平常的食物呢 尽量采用 能够保持清淡 低脂低盐 这样子 避免刺激的食物是最好的 那另外呢 可以多吃一些 补肾羊的食物 像是牛肉啊 鹿肉啊 羊肉啊 还有一些猪 猪大骨啊 骨髓啊 以及猪肝 鸡蛋 鳝鱼 龙眼肝 黑大豆 核桃仁 松子 栗子 白果 莲子 花生 榴莲 荔枝 奇异果 还有辣椒 韭菜 人参 等等 这些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呢 我们通可以称为说 它是属于这种 补肾羊的食物 好 那在更年期综合的病症里面呢 它是在中医 我们归类为是属于肾虚的一个病病症范围里 那更年期的综合症是属于肾虚的范围里 所以呢它的症状可以不同可以分为就是是属于肾阴虚或者是属于肾阳虚 那如果是肾阴虚呢 就是肾水不足 导致阳气上抗 常见的这个病症像头 头昏 眼花 目眩 耳鸣 然后脸部 潮热 容易倒汗 五心反热 五心包括像手心啊 脚心啊 以及胸闷 头痛 口干舌燥 那腰酸 腰痛 或腰气酸痛 还有口干 皮肤干燥 大便呢 非常干涩 以及会有这样一粒粒的 会变成大便干结成粒这种现象 那更年期呢 就应该要多吃点这种补肾阴的食物 那这个补肾阴的食物呢 就像是鲍鱼 海参 海带 海蛇皮 鳖 白木耳 黑木耳 山药 百合 櫻桃 桑胜 还有葡萄 水梨 番茄 白萝卜 薄奇 黑芝麻 枸杞 蜂王乳 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补肾阴的食物 那另外所谓的补肾阴的补肾阴的食物 这种身体出现阴寒水肿 会怕冷 萎迷 肌肉无力 精神萎迷 水肿 护胀 大便稀薄 还有会凭尿 湿经 会有尿湿经 大便稀薄的这种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双经会 那这个双经会呢 材料包括杜仲啊 枸杞啊 枸杞啊 乌生啊 熟蹄筋 还有绞肉 还有手笋片 还有胡萝卜 香菇等等 那还可以用酱油 麻油 以及糖盐 葱姜 米酒等等来作为调味 还可以用一点太白粉来勾芡 那做法呢 就是将这些药材用两杯水把它烧开了以后 关为小火 慢慢熬剩下一杯的这种总量 那取它的药汁备用 那乌生呢 一般我们在做的时候要把内脏清洗干净 否则就里面的沙会太多 另外呢 提筋可以用葱姜 米酒 煮个三分钟去它的腥味之后 飘过水 等它凉了以后切成块 然后呢 放入热锅中用油两大匙 放入这个葱姜爆酸 爆香了以后加入绞肉 烧烧的炒香以后加入这些乌生啊 蹄筋 还有熟的笋片 胡萝卜片跟香菇 炒匀以后加入刚刚我们提熬炼的那个药汁 调味之后跟水一杯 那用小火焖煮个五分钟 最后呢 把它们用太白粉勾芡 这样就是所谓的双精会 那在双精会的部分 它所提供的热量大概就是有240大卡 蛋白质呢 是28公克 脂肪6公克 糖类呢 18公克 它的功效就是可以补肾 补肝肾 强筋骨 还可以撞腰膝 非常适合年长骨质疏松的 尤其是筋骨容易酸痛的 就利用这个双精会 也就是说 这个双精会所含的胶原蛋白非常多 因为这个我们晓得嘛 猪精里面含有很多的胶原蛋白 那胶原蛋白呢 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补肝肾 强筋骨 有这样的效果 对于年长骨质疏松症的人呢 非常有效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来介绍所谓的银额养颜根 它的材料是包括了西洋参 麦门冬 石壶 枸杞 山药 百合 鲜鱼 还有鸡胸肉 还有鸡骨 那另外呢 会特别放一些干的白木耳 还有熟的青豆仁 还有这个马蹄丁 还有香菇丁 熟的这个胡萝卜丁 蛋白 还有米酒 那另外我们可以用盐 味精啊 糖啊 白香油 以及黑醋大 太白粉等等 做来把它调味 因而养颜根 它的做法就是说 把这些鸡胸骨洗进汤锅以后 跟前面说的那些药材放在锅里面 加了五杯水 烧开了以后 用小火熬炼 40分钟后过滤 取它的汤汁再备用 那鲜鱼蒸熟以后 取出白肉 跟这些鸡胸肉切碎 拌入米酒 盐 太白粉 好 这样子 一起调味 那白木耳跟百合 是要必须要用水先泡软之后 泡软以后呢 把这个白木耳切碎 然后等着等一下一起使用 那我们先开始是要加油两大 两大匙以后 放入香菇包箱以后 再放其他的材料 稍稍的煮熟 加入一些药汁 那这些煮开了以后 等这个药汁煮开了以后 勾芡 再加入蛋白 还有黑醋一大匙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称为银额养颜根 那这个银额养颜根呢 它提供的热量是1480大卡 蛋白质呢 是有171公克 脂肪呢 是76克 糖类有30公克 它的功效就是要养阴润燥 美颜 折肌肤 就是可以让皮肤非常的有光泽 非常适合于 妇女停经以后 皮肤干燥 没有光泽的这个妇女所使用 或者是 樱头干燥 深阴雅 或者是习惯性便秘的人 可以使用这个银额养颜根 好 那对于这个所谓的药敦鱼 药敦鱼呢 它是含有当归穿穹 党参 黄芪 山药 枸杞 牛西 以及木瓜 红枣 那最重要的是有一条 和蔓 这个和蔓非常重要 它是用来我们叫药敦的一个主要重点 大概有一斤重的荷蔓 那再加上一瓶的米酒跟盐 来做调味 简单的调味 那做法呢 就是把这些当归穿穹 党参 黄芪 山药 以及牛西 木瓜 等等 加了五杯的水以后 先把它烧开以后呢 用小火 改用小火熬煮 煮到最后剩下两杯的时候 两杯的量的时候 经过过滤 取下它的药汁来备用 那蔓芪呢 我们可以用米酒 先把它灌醉以后 用水呢 洗去外层的黏膜 再放入锅中 倒入刚刚我们用的那些药汁 和米酒 再加另外加两杯的清水 最后再加入枸杞跟红枣 蒸熟以后 增熟以后加一点点盐 那就可以调味出一个很好吃的药炖鲜鱼 那这个药炖鲜鱼呢 它的营养成分含有热量 一千一百一十大卡 蛋白质呢 是一百二十五克 脂肪呢 是六十二公克 糖类有六公克 胆固醇呢 三百四十二毫克 它的盖子 大概有二十六毫克 铁呢 大概有六毫克 那它这个药炖鲜鱼 它的功效就是 益气养血 调 可以调补干肾 可以填筋水 那撞筋骨 有撞筋骨的效果 所以呢 非常适合 血气衰弱 骨质流失 腰气酸痛 筋骨无力的人使用 也就是老年人容易腰酸被痛 膝盖无力 腰跟这个膝盖 会有酸痛的现象的时候 甚至于有这个所谓筋骨无力的人 那就可以吃这个药蹲鲜鱼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失眠 失眠是由于外邪扰乱的心神 这个失眠呢 通常包括这种神经衰弱啦 或者是更年期综合病症 那这些病症呢 会引起的失眠 那这个有三种 失眠的这种状况呢 有三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呢 就是要入睡非常困难 就是说很不容易入睡 那第二种呢 是睡了 睡了以后呢 就是在大清早很 搞不好 大概就三四点就清醒了 那清醒了以后呢 不容易再睡 那另外一种就是 檢前强异行 这个检前异行就是 环境中稍有一点声音 就会打断了他的睡眠 打断了睡眠以后呢 就不容易再持续的睡觉 也有这种 紧 睡眠容易被打断而造成失眠的现象 那入眠困难跟晚间或者是睡觉前脑部的活动是有关的 也就是说入眠困难可能呢 就是晚上啊或者是睡觉前想太多了 或者是活动脑部的活动太多 导致没有办法就是入眠 造成的失眠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种过早清醒的呢 那可能就是他的生理时中有了障碍 通常呢在老年期的时候 最容易就是老化的现象 老年以后常常就会一大早就睡不着觉了 那这种叫做过早清醒者 那睡眠容易中断 那免浅易醒的呢 可能呢是有某些疾病 比如说他有消化到的不舒服啊 就会半夜觉得胃酸过多 或者是胃脚痛 或者是呼吸上有一些障碍 就呼吸一半的时候觉得好像有一些不舒服的现象 那或者是骨头酸痛 肌肉酸痛 或者是其他的神经痛等等 造成他就是睡眠中断 那其他呢有一些药物的使用滥用有关 也会造成这个就是睡眠中容易被中断 免浅易醒 那这个失眠在中医我们通通称为不昧 那这个失眠的合并症会可能会导致头痛啊 头昏啊 以及心悸健忘这些症状 那中医通通称为不昧 那对于认为说失眠是由于外邪扰乱心神 或者是内脏有病变所引起的心神不安 饮食呢应该要清淡可口 忌讳就是太辛辣的 太油腻的 晚餐呢不要吃得太饱 要睡觉以前最好不要再吃东西了 尤其是睡觉前三个小时内最好不要再吃东西 或者也不要吃的 不要吃太浓的茶啦 咖啡呀 这些这些饮食 那吃的太刺激的食物 也很容易造成这种失眠的现象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龙眼肉粥 龙眼呢 它大概是我们可以给20公克的龙眼跟红枣3到5粒 加上米呢 一起煮 那如果喜欢吃甜食的呢 我们还可以加上白糖 那这个龙眼肉粥 一般呢 营养成分大概有热量770大卡 蛋白质呢 20公克 脂肪2公克 糖类呢 168公克 盖子呢 大概会提供24.4毫克 甜呢 是0.8毫克 它的功效就是能够补益这些心脾气血的一些作用 非常适合于贫血或者是体质虚弱失眠的人吃 那 融眼莲子汤 融眼莲子汤含有的材料就是有融眼肉 还有莲子 芡食 糊神 还有这些 把这些材料 加了水一起 煮了以后 可以吃 那一般呢 营养成分可以提供热量140大卡 蛋白质5公克 脂肪0.4公克 糖类29公克 钙质呢 28毫克 铁带有3个毫克 这样的营养成分 那这个融眼莲子汤 它的功效就是能够补心脾 安心神的作用 非常适合心脾两须所导致的心剂 或者是失眠的现象 那莲子蕊 蕊圆生茶 莲子蕊 非常苦的 它用个两克就够了 加上悬生 那我们也称为圆生 那是4公克 那把利用水呢 来把它煎 煎了以后呢 可以代替茶来饮用 那这样的一个功效 这个莲子蕊圆生茶呢 它是能够 滋胜清心 滋胜清心 所以呢 非常适合用于 心烦急躁 面部潮红 腰腿酸软 多梦 容易清醒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鲍鱼 找人煎 鲍鱼 我们用了100公克的鲍鱼 加上酸找人 做法呢 就是用水啊 五碗 慢慢的蹲 蹲到一碗的时候 可以在下午三点的时候服用 那这个叫做鲍鱼角 找人煎 好 那 它呢 是用于补干肾 易经明 易经明目的一个效果 鲍鱼 鲍鱼本身就是营养成分很高 那这样子的一个做 做法呢 就是可以提供热量100大卡 那蛋白质18公克 糖7公克 胆库存呢 59毫克 钙16毫克 铁1毫克 它的功效就是鲍鱼能够补肾肾肾 易经明目 可以开胃营养 酸枣人可以养肝 宁心 安神 还有炼汗 就比较不会汗太多 流汗太多这样子的一个功效 那如果能够把鲍鱼跟酸枣人 两个合用 它就能够知音安神的作用 可以用在致顽固性的失眠 另外要介绍的是润肠安神粥 润肠安神粥包括了熟地黄 鲤鸡肉 脖子仁 还有酸枣仁 香菇 然后还有米100公克 那做法呢 就是把这些熟地 熟地黄切的 切细 浸泡软了以后 放入果汁机打碎 那脖子仁跟酸枣仁呢 分别呢 就用粉碎机 把它粉碎 打成粉之后 那香菇洗干净了以后 切成丝 里肌肉也切成丝 加上少量的酱油 太白粉 以及香麻油 来拌匀 调味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一般呢 这个润肠安神粥呢 我们是先把米洗干净之后 放入这个熟地 熟地房的刚刚的那个浸泡液以后 加入水六杯 煮成粥之后 加入三个 三个这个香菇 还有肉丝搅拌 加热 然后让这个肉会熟烂为主 那再加入这些脖子仁 酸枣仁粉末 然后把它拌匀 就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吃的 叫润肠 润肠安神粥 这个润肠安神粥 它含有热量是545大卡 蛋白质呢 有30公克脂肪9公克 糖类80公克 蛋固醇呢 41毫克 钙66 钙有6毫克 铁呢 是0.9毫克 它的功效是适用于 这个容易心悸啊 便秘啊 这样子的情形 那另外呢 因为脖子仁本身味道非常干 它是属于性平的 所以呢 含有 也含有一些脂肪油 它是具有安心 宁心安神 具有宁心安神 还有润肠通便的效果 也有止汗的一个 宁心安神的作用 尤其是对于 血腥 血腥睡不着觉的 配合的这个熟地黄 更能够 效果达得更好 也就是老年人 或者是产后虚弱体质的人呢 可以增加它这个 调补的一个效果 另外还可以增加一些肉 肉从容来增加 虚弱体质的一个调补 莲子百合枸杞汤 它是用新鲜的莲子 百合 还有龙眼肉 枸杞和冰糖一起 那做法呢 就是这些新鲜的莲子 把它洗干净了以后 跟百合 百合也是先洗干净 浸泡于冷水中 将这个百合莲子 桂圆肉一起放入锅中 然后加水呢 四到六杯 煮开了以后 焖熟 略放冷了以后 加上冰糖跟枸杞 那么就可以吃了 那一般呢 对于这个心烦躁的人呢 可以等凉了以后 还可以放入这个冰 让它更冰冷 这样子呢 对于心烦躁的更有效果 那莲子百合 枸杞汤呢 它可以提供的营养 就是热量200大卡 蛋白质呢 8克 脂肪0.7公克 糖类呢 40公克 钙 58.2毫克 铁呢 48.1毫克 它的功效 因为百合具有宁心安神 润肺止渴的功效 配合的这个胃肝 性温的这个桂圆肉 可以达到补心安神 补养这个皮 补养皮可以养血的一个效果 尤其对于失眠者 健忘的人 更能够清新 那这个莲子呢 也是有这样的效果 那神经衰弱的人呢 还可以加以改善他的食疗 也就是说神经衰弱的呢 可以吃莲子百合枸杞汤 那就有这个清新的一个效果 还可以补养 补养养血的效果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立体 立体一 就是更年期的妇女 她的饮食 应该注意的 就是要多摄取钙 以及植物性的 含有植物性荷尔蒙的一个饮食 饮食中应该要用 所谓的低油 低油低糖低盐的一个饮食 那这样 甚至于要用高钙 高鲜 这样是对于更年期妇女的饮食 是最好的 所以要特别强调的就是 含钙 必须要高一点 因为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 尤其是植物性荷尔蒙 要更多一点 因为这时候更年期的妇女 她的女性荷尔蒙 严重的缺失 然后呢 会容易有骨质疏松症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用饮食来调理 那对于例题二 就是常见润肠安神粥 可以用在哪些症状 就像这个便秘啊 便秘啊 失眠的人啊 都可以用这个润肠安神粥 那可以适用于便秘 还有失眠 心理烦躁的人 都可以吃这个润肠安神粥 那例题三 鲍鱼有哪些功效 一般来讲 鲍鱼含有很多的维生素A 那对于眼睛呢 非常的好 那所以呢 通常我们认为说 鲍鱼对于这个眼睛眼力 就是有提升的一些效果 好 那例题四 就是银额养颜根 用在哪些症状 像更年期的妇女啊 容易皮肤干燥 容易有这种皮肤干燥啊 还有这个骨质疏松啊 这些问题 那或者是面黄 面黄肌瘦 这个脸 脸部感觉非常干燥 唇 口 就是嘴唇呢 看起来很干燥 好 这种呢 我们都可以用银额养颜根 来润敷润肌 好 那总结我们这本章的课程 跟回顾呢 就是说 我们在本章呢 已经认识了解 老年时期的中医食疗的 这个部分 那因为老年时期 可能就是需要更多的养 养气血的一些中医食疗 特别要注意补养血气的一些食物 跟这个中药材来补养 那也认识并了解 更年期妇女的中医食疗 也就是更年期的妇女 容易有骨质疏松症 还有女性荷尔蒙 缺乏的这些问题 甚至于皮肤干燥啊 容易口干舌燥啊 还有筋骨酸痛 这些问题 那我们可以利用中医的食疗 补足钙啊 铁啊 以及这个维生素C啊 或者是胶原蛋白的补足等等 那并且呢 在本章呢 也是认识了解 有相关于失眠的一些 中医食疗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 中医里面的一些什么 双耳周啊 之类的一个补养 那把这个失眠的问题呢 解决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重视 重视这个中医食疗的部分 来解除失眠的问题 好 那以上就是本章的介绍跟总结 这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回去 算了 我们可以回应